拜登在接受ABC新闻采访的时候呢 他认为是希望中国达成 俄乌战争谈判的结果 这个想法他认为是不合理的 好 拜登来看到 怎么看呢 俄国普丁对中方的这项和平案 大表赞同 他说那这份计划 怎么可能会带来好处呢 在中国的计划 俄罗斯才是受益的一方 中国想要谈判 这乌克兰不公平的结果 这本来就很合理 他说我们还没有看到迹象 我不认为中国会采取 重大措施向俄方提供武器 战时不会送出F-16战机 目前不需要 请教授说一言 泽伦斯基也没有说不好 泽伦斯基也说 他还想跟习近平会面 我觉得美国跟欧洲西方国家 真的很奇怪 一年以前就不断地叫中国说 你要出来调停 你要出来表态 你要经理大国的义务 等人家出来说就说 你说的这个全部都行不通 你全部都站在俄罗斯的角度去讲 刚刚教授也讲了几个 哪里有全部站在俄罗斯 有很多乌克兰他想要的 乌克兰他不想停火指战吗 乌克兰他去年就在讲说 希望启动和谈了 解决人道危机 当然是在解决乌克兰难民的 这个人道危机 保护平民跟战俘 这也当然是希望说 呼吁说两军交战 不要伤到乌克兰的平民 那保障粮食外运 就是保障乌克兰的这个粮食 可以运出去 为他国家的经济 还是有一点这个 收一点外汇回来 因为大家知道 乌克兰是欧洲粮仓 世界粮仓 他最主要的经济的外汇的 这个收入就是来自于 粮食的输出 所以我不知道 然后尤其是推动战后重建 推动战后重建 绝对是乌克兰 此刻跟未来最重视的 其中一个事情 没有人去提过 至今美国北约也好 有人去提过说 你放心战后重建 我包到底 或者是说你放心战后重建 我会协助你 这个才是乌克兰最想听到的 但是不管习近平说什么 不管中国说什么 美国都一定要说 这个方案不好 这个方案不好 为什么 因为美国没办法做到的 这个调停的工作 人和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如果让中国大陆 促成双边的和谈的话 美国的面子摆到哪里去 美国说 这个 他认为说 这一份方案除了俄罗斯之外 不会有别人得以 没有啊 刚刚我们念到好几点 其实都是乌克兰 泽伦斯基从去年到现在 一直在喊的 然后他又认为说 中方提出透过谈判解决 想法并不合理 那请问一下 不透过谈判解决 不透过和谈解决 要透过战争解决吗 所以大家一直在揣测说 全世界最不想停止这场战争的 其实是美国 要不然请问一下 只有两种方法 要嘛就透过和平谈判解决 要嘛就透过战争解决 就是乌克兰打回去 可是你战争已经一年了 美军也好 北约的军队也好 有一个人进驻到这个乌克兰去吗 没有嘛 所以你到底美国你到底想怎样 你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 你拜登你讲讲看嘛 不要说是乌克 泽伦斯基希望和谈 北约的主要的三大要角 英国 德国 法国 也希望赶快重启和谈 只有美国不希望和谈 美国还说哪有 透过和谈来解决 哪有给俄罗斯这么好鬼 那你告诉我 你美军愿意进驻到乌克兰 协助乌克兰军队打回去吗 你不愿意的 这一场俄乌战争 拖垮了全世界 拖垮了乌克兰 拖垮了俄罗斯 甚至拖垮了欧洲各国 因为他们因为能源的问题 导致他们的经济衰退 那请问获利的是谁 是美国啊 为什么 天然气没有办法从俄国买 嘿嘿 就要来从我美国买 当你全世界主要我的竞争国家 大家不要以为欧美永远是从一阵线 大家都是竞争又合作 当全世界的国家都被拖累以后 不就又回到我美国独抢了吗 就像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亚洲全部站在一起的时候 只有我美国美洲独善其身 不断地卖武器 不断地国力往上窜 到最后就变成世界强国了 所以我们这样看到现在来 看到拜登最近的谈话 真的凸显一件事情就是 全世界只有美国 不希望这场战争这么快结束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现在呢在白宫国安国文苏利文 针对呢在这个文件的部分 他就说文件只要列 第一点就是尊重各国主权就好了 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也表示说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 非致命性的支持 但是并没有来说明详细的细节或是证据 纽约时报表示大陆瑞色声明 不过老丢重谈 没有提出实际的执行方案 同时继续回避入侵啦 战争啦等敏感的字眼 委员 说句不客气一点 拜登 苏利文 布林肯 就是三傻玩世界 根本就三个蠢蛋嘛 蠢到这个无法形容 他们阿富汗撤退的时候 不是就他们三个人干出来的好戏吗 撤了乱七八糟 然后再来呢 他们呢还没收阿富汗的外汇存款 那种穷国家 七十几外汇存款 你把人家没收 你有任何一点点思维的道德的修养吗 难怪被中国大陆罵为巧语豪夺 你抢到有钱人就算了 你抢到穷人的钱 那比强盗也不至于如此吧 再来 他们当然眼红中国提出十二评方案 奇怪 怎么责乱世纪不反对呢 为什么普京不反对呢 尊重贵国主权 在俄罗斯听起来 就是不舒服嘛 然后摒济冷战思维 这个美国听起来不舒服嘛 那停火止战 美国敢反对吗 他也不敢啦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要就地停火 那其他人慢慢处理 那因为现在已经打成什么 打成俄罗斯占优势了 所以乌克兰当然要希望能够通过和谈 能缓一缓嘛 为什么这个俄罗斯占优势 我们现在台湾很多媒体讲 哇今天乌克兰又把俄罗斯 哪个军队打垮了 西欧讲说哇多少这个 俄罗斯的什么真空弹真爆弹 空压弹被乌克兰打垮了等等 我送那两个字鬼扯 为什么鬼扯 战争的优势跟劣势 不是看你讲那些故事 我在画鼓烂的那种故事不是 要怎么样 要看那个战线的移动 战线的移动如果往俄罗斯这边移动的话 那表示什么 乌克兰占优势嘛 如果往乌克兰这边移动 很简单就是俄罗斯占优势嘛 那现在很明显的 整个战争的那条战线是往 乌克兰这边移动 这表示乌克兰处于弱势嘛 乌克兰军队已经被包围的被包围 对不对 在战壕里面在战壕 那双方便僵持在那边 那就等决战嘛 那等决战 谁有钱撑下去 你乌克兰没钱撑下去啊 你老是靠希望补助 希望补得累了钥匙啊 那本来以为补助可以把俄罗斯打下来 结果俄罗斯外卫存底比战争钱还多 俄罗斯的卢布的价位比战争钱还高 那你搞什么花样啊 那整天在说俄罗斯撑不下去 问你是俄罗斯的黄金 比你现在一天比天多啊 所以在讲什么 这种整天瞎掰的东西 谁最清楚啊 他泽兰斯基虽然也很爱瞎掰 他很清楚知道乌克兰很难撑嘛 所以中国提出这个和平方案 他也希望能够找到好处 好启动和谈 北韩光那个停战 就谈的快一年多 那先停战就不会死人嘛 那可是你停火 停火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哦 停火的时候两军都要后撤 两军如果不互相后撤 那就要有人在协调说 这条战线上俄罗斯后退 这条战线上乌克兰后退 那控出一个非战区出来 这才有办法停火嘛 那请问你非战区要谁派军队去维和 美国吗 你美军下去当维和不是被打枪 还是英国 还是什么 还是法国 都两方面都没有信任吧 全世界现在只有一个国家 有办法当这种这种恶物的战争 维和部队谁啊 中国啊 现在 联合国底下现在在世界各国的 维和部队大概有将近两万人啊 现在六成是中国军队 就表示中国军队跟这个也没冤 跟那个也没仇 我最适合当什么 这种维和部队的角色嘛 所以中国提这个方案 就表示我中国冤意出人 我中国冤意出钱 为什么 很多地方都已经打烂掉了 那你维和部队进去 总该把这个基础建设弄一弄 还有这个飞进石区域里面的难民 你要去处理嘛 不是你要出钱你要出人吗 那现在谁要吃醋 就是拜登啊 苏利文啊 还有布林肯啊 纽约时报哦 根本就是 见风两变倒的 对不对 那这个 至于什么德国政府啦 当然不要存幻想啊 后面有拜登这些人在胡搞瞎搞 中国提这个方案 当然中国有没有想存幻想 他也没有想要有幻想啊 那主要就是凸显一下 好我中国要劝和不劝打 我没有特别想要 那看你美国怎么样 你国劝打不劝和 那到时候就凸显出来说 那你美国是搞什么花样的嘛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哎现在呢 在美国的部分 哎反倒是呢 没想到 泽恩斯基 哎是ok的哦 愿意的哦 他说需要跟大陆合作 来终结这场战争 我们要大家科普一下哦 水神呢 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 没有